本土的病例133例 那境外移入的142例 清免廉假第三天 台湾本土确诊持续破败 周一增加133例本土个案 新北最多增加了46例确诊 北北基头合计就有115例 剩下则分布在其他7个县市 同时也在新增一起中症确诊者 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那属于是中度的肺炎 那有慢性病史 那曾接种两剂的疫苗 已经超过五个月 那未接种追加剂 在这里面我们清症的比例 是99.7% 那中症的有相关的治疗都在进行 它也不到重症的一个情况 而台湾先前喊出防疫新台湾模式 希望达到防疫经济病重 陈志忠周一也给出了方向 包括边境有效管理 提升疫苗接种 企业单位自主应变等 不过部分的防疫松绑或条件 沿拟松绑等措施 也让外界担心疫情再起 任何一个放宽的措施 都有可能就有所谓的漏网之语 那除非我们都是高度的防疫 可是现在看起来 从中国这样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经验 我们也知道说强力的风控 事实上也达不到效果 要不然上海就不会有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陈时中说对Omicron来说 强烈风控带来的效果有限 所以台湾采取控制一定范围疫情 尽量正常生活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 黄亮俭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导 对大衆 好 好 这种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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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